企鹅走路遥遥白白 憨态可居的样子 一直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动物 企鹅中体型最大的是地企鹅 平均身高1.1米 体重35千克以上 但是前不久 新西兰发现了一块企鹅化石 经过研究这只企鹅生活在 5700万年前身高1米7 记住1米7 体重竟然有300多斤 它的重量比篮球巨星 大鲨鱼奥尼尔还要重 所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在一个海滩之上 一群和人一样高 但是比人还要魁梧的多的巨星企鹅们 向你走过来 你是觉得它可爱呢 还是觉得它恐怖呢 八成你会杀腿就跑吧 毕竟企鹅呢 它可不是吃素的哦 古生物学家将这次发现的企鹅 命名为服饰巨怪企鹅 它是由新西兰地啪啪国家博物馆的 工作人员埃伦·坦尼森发现的 当时埃伦与儿子前往 新西兰南岛东海岸游玩 他们探索到一处被侵蚀的巨石时 发现了这些来自五千七百万年前的 企鹅化石 这尊庞然大物彻底就刷新了 人们对于企鹅的认知 从它的命名也不难看出来 它庞大的身心 仿佛已经被归为怪兽的行列了 值得一提的是 科学人员发现的这具企鹅化石 只是个体 至于它在同类当中的平均身高 是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它只是种族里面的嚼小者 那么服饰巨怪企鹅将会更加的巨大 但与现代企鹅相同的是 服饰巨怪企鹅 五千七百万年前就已经不会飞了 它们的身体形态 依然在水中是更加占据优势的 更大的企鹅就能够捕获更大的猎物 服饰巨怪企鹅生活在白恶纪晚期 恐龙就终结在这个时代 无数体型巨大的恐龙 及爬行动物彻底灭绝 没有了对手的服饰巨怪企鹅 就成为了海洋当中的顶级掠食者 体型迅速大型化了 这是关于服饰巨怪企鹅体型巨大 最靠谱的猜测之一了 研究人员发现 和当今的企鹅相比 服饰巨怪企鹅可以潜入更深的水域 并找到现存企鹅无法获得的食物 那我们能不能就大胆地猜测一下 服饰巨怪企鹅其实并没有灭绝 只是生活在一块神秘的地带 还没有被我们发现 有没有这种可能 对 对 因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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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